部分有问题 你至少也会找到程式码 然后你要贴对地方就好 另外的话有一些地方 可能我有讲到的 我都把它写上去 当然在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两行街不用 我把它散一下 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 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加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 VBA很多程式都是一样的 而且甚至不一定是VBA 其他语言也是一样 你如果写像我写Python 我也是照样这样写 只是语法稍微改变一下 但是看起来基本上很像 所以不管写什么程式 其实大致上逻辑都一样 一定有回圈 一定有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学好 你要再学其他语言 我想应该会比较快 因为大致上都一样 像我教别的语言也是一样 我只是把同样的范例 改成另外一种语言 内容大致上都差不多 但你想说老师 其实我教过超过十种一张语言 那你想说 老师你怎么都记得起来 其实我也记不太起来 但是我云端上都有资料 所以我只要上课前 我会稍微看一下 之前我上过的 我写完的 那一定会对的 保证对的 所以只要你写对的东西 一定要留下来 不然你下一次要写对 恐怕还要花很大力气 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没有把它留下来的话 你下一次要再找对 找到对的一模一样很困难 如果你要重新写一遍 也正确 也非常困难 倒不如你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特别注意 放在你的讲义里面 或者你的笔记里面 或者另外你也可以学我 不然你就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放在你自己的云端上面 养成好习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无填写的话 那没有填写怎么办 那如果没有填写 理论上应该的话 你应该在哪个地方把它挡下 特别注意 如果没填写的话 几个方法 我这边先把它back一下 当然第一个先检查 它是不是有重复 第二个的话 在下面也许 其实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把防该一 防该要颠倒 那也没关系 因为是要先检查 有没有重复的这个名称 或者是检查 有没有填资料 其实好像两可 那怎么做 我先示范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点它一下 理论上要填东西 但是有些人就是直接按确定 然后呢 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请务必输入资料 就跳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message box 按个确定 它就停掉 这是最简单的 意思就是什么 它如果没填资料 你不能让它往下走 否则的话呢 它只要把没资料 放给那个criteria 1里面的话 它就查不到 查不到就造成错误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应该把它挡加 怎么挡 首先一一样防呆 防呆写在这里 OK 重来一遍 这个是防呆1 写在防呆2 防呆2的话呢 一样嘛 所以特别注意 防呆基本上就是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if x 这个东西 x 里面如果等于空的 就这样写就好了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vba 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做 is empty 也可以 isempty 就是是不是空的 然后把 x 放进来 这样也可以 不过哪一种比较推荐 我觉得 刚刚那个比较推荐 为什么 因为比较简单 两个结果一不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OK 所以 这个看起来 程式要写这么多 如果等于空的 反而比较简单 等于空的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OK 所以你就记一个简单一点 isempty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以后 看到别人写isempty 你不要觉得说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结果理论上是一模一样的 and if 如果我说它里面没填资料的话 那我就要做什么 警告它 所以刚刚什么 message 所以缩写 msg box 这个叫message box 然后你里面的话 可以刮呼一下 一样跟input box很像 但是input box 会回传东西给x 但是message box 不会回传 不用回传 OK 然后你这边可以给它一个讯息 请输入什么 请务必输入 资料 OK 反正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你使用写这一行的话 那它还是程式会往下走 所以还是会新增 还是会出错 所以怎么办呢 你势必呢 需要让怎么样 让这个程式 跑到这边来了 就是底下这几行程式怎么样 就不要走了 就是跳过它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要多学一个 就是直接让它把程式结束掉 叫adist 直接让它把程式离开的话 叫adist sub adist sub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就直接从这边跳离到end sub 意思就是底下的程式都不跑 OK 特别是用is it sub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如果没填写的话 OK 把这边的话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 所以刚刚有多学了一个is it for is it for 就是跳离到nest的外面 还会继续跑 但是is it sub 是直接结束程式哦 好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那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点一下 然后它没填 按确定 请务必输入资料 那按确定的话呢 它就adist sub了 所以程式就不会出错了 OK 大概是这样 但是有几点可以再更好 因为有从于说 是这个measure box 感觉太稠了 可不可以旁边加一个图啊 或者什么的 当然可以啦 所以这边的话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呢 你假设了 measure box 这个后面 其实呢 你可以逗点一下 逗点后面呢 这边就有很多 就是让你选的 那其中的话呢 我常用的叫 vb的information 就是加一个惊叹号 警告一下 vb 就是你逗点之后用选的 后面请务必输入message box 是不是 夸五 夸五拿掉 OK 好 因为它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呱五 一个是没有呱五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加逗点的话 你就把呱五要拿掉 OK 那vb information差在哪里 我们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会多一个惊叹号 看起来好像漂亮一点点 但你觉得这个好像感觉没有 警告性质不高的话 另外你可以用什么 叫vb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critical 这个就是比较强烈警告一点点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效果 叉叉 OK 警告意味比较浓厚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 每一个每一个是什么图 跟各位讲 上面有一些英文意思 请你自己 猜猜看吧 要不然的话 它里面没有说明 其实我还希望暗雷福万 它可以有那个图示 但是好像我印象中暗雷福万 它好像没有这么贴心 其实它应该帮我帮我们把什么 把那个图就放后面 对不对 可是没有 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 所以怎么办 自己试吧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房间也没有书籍 帮你列出那个图示 所以我常用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常用的这个 vb information 就是什么 它这边有什么 叫做资讯讯息图示 资讯 其实就惊叹号惊叹号就好了 看我们要写什么 资讯讯息 就一个圈圈 info 对啊 惊叹号就information 他 哦 好了 所以他这个不是什么 严重警告 严重讯息 XX 警告讯息图示 问号 可以选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自行再参考一下 他可以做出来变化 顶多就这样 但如果你要做得很复杂 跟各位讲 你就做表单就好了 但是你要花时间把表单做漂亮 把那个表单秀出来 也可以啦 可是说 还花时间了 对对 就是 不用那么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是 我看那个VB critical好了 OK 好 这样的话就警告一下 他就跳出来了 XX OK 好 就结束了 那这样子的话 理论上应该说 可以多学一个叫message box 然后给他讯息 并且给他图示 那图示的话 你可以在这上面按GF1 上面有一个说明 OK 自己查找一下 因为说真的 这东西也不用背 我的习惯就是我需要 我就按F1 我再去查 就是有点像电子磁点 对不对 OK 不然的话 程式语言 你该记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学不完 怎么办呢 就是你会需要会查询 OK 你也不用背 因为这东西其实背它也没意义 你背起来干嘛 对不对 你应该去背一些愉快的快乐的事情 你记这东西 实在是太无聊了 而且翻译的又翻译的这么烂 每次看都觉得 怎么会 违反给solo 我们这么多钱 居然给我们这么 这样的东西的品质 但是也没有人 表达不满意 对不对 这边也没有什么不满意 发什么 可以一颗星 两颗星 三颗星 对 我要投诉 可不可以翻译的好一点 对不对 没有啊 哎呦 有啦 支援意见反应 这能干嘛 再给你一个看 再给你一个看 这看不懂 什么 没有啊 这边没有站不站 哦 对对对 哦 所以你要这样子 看完最后反应 然后送出吗 什么都没有 还要登录 哦 还要登录 太麻烦了 算了 这不是想要骗你用正版的 还是用盗版的 现在你也没办法用盗版的啊 因为如果你没有用盗版 它好像一直跳那个讯息 所以更新嘛 而且现在是office 365嘛 就是你365天就要再收一次钱嘛 月租跟年租 通常是年租嘛 对一年你就365就只能用365天 然后再付1000多块嘛 对OK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 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Metrie Box 可以按F1 用查询 像Input Box也是一样 所以以后每个地方如果你不熟没关系 切记F1 真的F1就有了 只是说它里面的说明并不是写得非常好 但是至少聊胜与无啦 所以我刚开始也不能接受 但是慢慢我就只能被迫接受 而且被迫我要习惯他写很烂的那种模式 我就慢慢突然我就知道了 OK好就接受了 像这里面有没有 中瓜糊就是可加可不加 这个是一定要的 有没有 Input Box这个一定要哦 这个Title你不加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Title 你可以自己逗点 后面可以再加个Title 有没有 然后Default是什么 我不知道 有没有 它底下有说明 不过理论上有些 我也没有特别加 还有什么 它的X轴跟Y轴 所以如果你预设是在中间 假如你预设是要放在左上角 或右上角 有没有 你可以X轴跟Y轴 可以再变更 另外有个Help File 就你也可以再增加一个什么说明档 然后你可以让它去点 它也会跳Help出来 不过通常没有人那么花那么多时间 你不不就 OK 知道一下就OK了 所以里面有一些说明档 反正学习就OK了 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 再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们习惯上是这样 如果他按确定 这线离开了 可是他说 可是理论上比较正确的叫UX 使用者的界面应该是如果他按确定之后呢 他应该再回到输入界面嘛 不然他每次就还要再按一下 现在好像不是那么的友善 因为他为什么 他还是不知道嘛 所以你就按了确定之后 就让他再跳进来在这里就好了 就不要让他结束掉 对不对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有时候程式该如何跑 有时候你还要再针对你实际上你user的状态 所以如果假设像我刚刚讲的 我不是edit sub 而是什么 而是应该是要让他回到这个地方 让他再输入一次 因为你已经警告他了吧 可是你离开了他要再按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让程式回头的话 比如说我刚刚是edit sub 是直接跳离的 如果你今天希望让程式回头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叫go to的叙述 go to go to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到哪里嘛 然后你在那边做个标签就可以了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呢 在这边做个标签 标签怎么加 r1加个冒号 这个叫标签 有点像那个做网页里面的书签嘛 那你这个地方就不要用edit sub 假设了我这边住几点好了 我用的是 让程式回到这里的话 那你可以用go to 然后呢 r1就可以了 那上面这边要冒号 这边不要冒号 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到这边的时候 那我把程式怎么样 跳回到这个位置 意思就是让他在执行这一行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啦 这个go to的话不是每个语言都有 现在恐怕只剩VBA有这个 其他语言都没有go to的叙述了 所以程式不能回头 但是这个回头 能不能回头 其实有时候有风险 为什么 因为他变成说他会跑不出来 他可能结构会变成是回去 他又来又回去 所以 这样我做一次有看 所以特别应该知道意思吧 这个还蛮有用的 然后呢 你就按确定 刚刚没有填嘛 请务必输入 刚刚按确定是离开了 但现在是什么 又回来了 OK 大家都又不填 又回来了 按取消 又回来了 按叉叉 一样又回来了 所以他一定要输入一点东西 如果没有输入东西 他是绝对不能往下走 他没有 他没有办法取消耶 这样好像也不太 反正算了 就是知道一下 反正你主要针对你的使用者 或者你自己使用的话 你可以怎么写 我刚刚这边提到 那你可以乱填 比如他不知道 所以 那按确定的话 他一样跑 可是会有个问题 没有东西 对对对 所以第三个防呆是 如果没有查污资料的话 就不应该帮他新增一个空白的工作 不然现在有点像多余的 所以怎么办 防呆3 如何当他输入关键字里面查不到东西的话 他跟他讲说查无资料 就没有了 OK 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边请各位试一下 防呆2 如果没填写的 逻辑是这样子 Magibus OK 然后用ExitSub或GoTo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